台北地检署侦办陆委会前副主委张显耀泄密案 马英九总统日前召开记者会 亲自出面回应此案 他说这个案件只是两岸关系的小波兰 但是台湾学者指出 张显耀是跟中国大陆谈判的主要负责人 如果他泄密将对台湾安全造成很大影响 但是马政府为了维系和扩大跟中国大陆的经济关系 有意大事化小 马英九用大树比喻两岸关系 他说如果发现两岸关系有害虫 就要以啄木鸟的态度把害虫找出来除掉 张显耀案只是两岸关系的小波兰 海机会董事长林中森8月30号 在江苏白鹿湖山庄和海协会长陈德明 举行闭门会议时 也说此案是两岸关系的之危末节 海协会长陈德明也说 就两岸关系发展的大局而言 张显耀案件是很小的事情 官员的说辞显示出两岸高层 都希望把张显耀案大事化小 不过台湾学者则更多的担忧台湾的安全 台湾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张清晰表示 张显耀身为跟大陆谈判的主要负责人 如果真的泄密 那么台湾非常危险 在这种情况之下 故意要把这个事情模糊 变成说是小破烂啊小的问题啊 这东西是讲不通的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主要的谈判者 所以如果是真的话 那两岸的关系就非常的危急 那现在还要继续再谈什么 胡帽啊厚帽啊 这东西都应该好好思考一下 是不是应该再看下去 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的张景华教授表示 马英九政府的一些发言 可能在安抚人民 但是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 如果真的没有什么关系的话 它也不用出来说明 大家也不会认为有什么关系 那就是因为可能这个影响 其实还蛮大的 其实光是从泄密本身来说的话 就涉及到两方面都有人 一方面泄密 另一方面要接收秘密 那所以其实谈判人员彼此之间的互信 那或台湾跟这个中国之间的 在谈判中间这种互信的基础 可能都已经受到很大的影响 张景华进一步分析说 如果张协要泄密的话 那么他之前代表台湾和大陆签订的所有协定 都会面对非常大的质疑 甚至被要求废除 那么马英九政府为什么无视威胁 仍然抱着大事话小的态度呢 张景华分析说 马英九认为 跟中共尽快达成所谓自由贸易协定 会有助于台湾的经济发展 但是这样一个说法 现在已经受到很多质疑 走入中国并没有走向世界 走入中国之后台湾反而被锁在中国 那事实上锁在中国反而造成台湾 很多的经济反而不能发展 反而优势被中共所窃取所利用 所返回来攻击台湾 所以这个策略本身重新的这个思考跟改变 其实变成很重要 张景华也认为 马英九将拉近两岸关系 看成一种成就 但是其实在比较长远的历史来看 反而可能成为非常大的污点 而近期香港的局势 也让台湾学者看到了前车之鉴 张景华表示 从最近香港的状况就可以看到 中共对于独裁和自身的利益 丝毫不放手 而对于人民所争取的监督权力 却丝毫不让步 使人高度怀疑 两岸之间的任何协商会有什么意义 事实上之前我们签订了一些 包含台上的保护 包含司法互助等等 其实都因为中共本身的这个制度 它就不是一个尊重司法 它就不是一个司法独立 它就不是一个有监督的权力的机制 因此两岸之间的谈判 对台湾而言 其实都要认清 这是一个与虎谋皮的结果 美国之音报道说 美方已经郑重澄清 没有介入张弦耀案 但已经告诉台湾 高官为北京担任间谍 并不是没有潜力可循的 以此前的罗贤哲少将案来说 就是美方发现后通知台方 马英九政府才进行调查 并将其判处无期徒刑 第able用战费用